女人捡到一颗深蓝色的球状物体 好奇地切开后 欣喜地发现里面竟然隐藏着一只奇特的怪物 长着鲨鱼的头部 而下半身却是八只柔软的触手 这只八爪狂鲨生长速度惊人 仅仅一个月就变成了一头庞然大物 它的鱼腮上还长满了尖锐的刺 不仅在水中游动自如 竟然还能在陆地上行走 小美作为水族馆的老员工 也从未见过这种怪物 好奇地她去翻阅各种资料 终于找到了一年前的记载 有个女人在蹦极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八爪狂鲨从水里跃出 闭口将它吞入腹中 然而没过多久 这只鲨鱼却离其死去了 虽然了解到八爪狂鲨有吃人的倾向 但小美还是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它 不过水族馆的负责人 却想利用它进行表演以谋取利益 小美并不同意 她觉得八爪狂鲨很有可能吓到顾客 然而负责人为了利益根本不顾这些 有一天 负责人刚刚应对完投诉 又有一对夫妇前来抱怨 称水族馆的生物太平凡了 毫无亮点 准备在网上曝光它们 负责人不想再次遭到投诉 于是决定带它们去看一些刺激的东西 让它们稍等片刻 然而 这位女士却直接脱下鞋子 将脚放入水中泡脚 或许是因为女士的脚有些臭味 结果一条章鱼腿从水中蹦了出来 上面还带着锐利的钩子 直接勾住了它的手 幸好负责人及时倒入了镇定计 才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 离开时 男士恶狠狠地说 一定要曝光它们 没过多久 水族馆真的登上了电视 科学家眼镜哥看到新闻后 对八爪狂杀非常感兴趣 因为几天前 眼镜哥成功将梭子蟹和翼龙的基因结合 创造出了一只拥有坚硬外壳的翼龙 实验取得了巨大成功 男人将整桶镇定计倒入水中 凶猛的八爪狂杀瞬间安静了下来 将控制器安装在狂杀体内后 便将它放回水里 然而没过多久 几名年轻人下海潜水时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刚想要逃跑 却被八爪狂杀盯上 成为了怪物的河饭 另一名潜水员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突然出现的翼龙一口吞噬 八爪狂杀见翼龙入侵了他的领地 直接就冲了上去 用触手将翼龙卷入海中 翼龙在海里变得无力 不过及时用爪子扯断触手 摆脱束缚 向海面飞升 八爪狂杀再次出手 用触须缠住翼龙的尾巴 尖刺刺入肉体 翼龙被困住 愤怒的翼龙还击 狠狠地给了狂杀两个大嘴巴子 接着怒吼一声 迅速逃向天空 这让狂杀愤怒不易 他俩的第一次交战就此结束 小美趁机撬开门锁 赶紧逃了出来 连忙给当救生员的男友打去电话 告诉他海边存在危险 出于对小妹的信任 男友没怀疑立刻通知游客上岸 然而游客却对此不以为然 就在此时 翼龙已经袭击而来 他无差别地攻击着岸边的人群 没过多久 翼龙在更换目标时 发现八爪狂杀在自己下方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他俩当即在海中激烈撕咬了起来 不过因为翼龙不讲武德 偷袭的八爪狂杀 所有导致他明显处于下风 但狂杀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在翼龙飞过来时 瞅准机会 一把抓住翼龙 直接将他甩到了灯塔上 然而翼龙皮操肉后十分耐揍 他向八爪狂杀飞去 把他拖到了空中 被抓的狂杀也没闲着 对着翼龙的腹部狠狠一顿输出 不过这时的翼龙意识到 是人类在进行操控 直接飞过去一口 将控制器咬掉 然后丢下狂杀直接跑路 一只灌兽从天空划过 游客们反应迅速成功躲过袭击 但救生员却没有那么幸运 被翼龙毫不留情地带走 小美下定决心要为男友复仇 不过当务之急 他们需要先找到狂杀的踪迹 小美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八爪狂杀应该将水族馆 视为自己的家了 因此他们决定先行前往那里 而馆长此刻被狂杀一波带走 保安健壮立刻火力全开 试图将狂杀击退 然而八爪狂杀却啥是没有 还十分轻松地从水族馆跑了出来 此时小美带领着眼静歌他们 来到一家旅馆 就是为了从程序员手上 夺回翼龙的控制器 然而被程序员发现 直接躲在一个角落 企图呼叫翼龙来增援 阿伟直接表演了一波枪斗术 眼静歌设计了一个引诱计划 希望诱导翼龙返回水族馆 突然一只触手出现在小美的面前 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 八爪狂杀并没有对她造成伤害 反而爬向了海边 与翼龙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 就是为了保护小美的安全 阿伟和小美共同商讨后得知 翼龙喜欢闪光的物体 于是利用一颗光球作为诱饵 然而 小美不小心跌入海中 眼看着要成为翼龙的猎物 八爪狂杀突然出现 她挡在翼龙面前 用坚实的身躯保护着小美 阿伟见状 迅速拿出自制的火箭筒 对准翼龙扣动扳机 一枪击中了翼龙的腹部 八爪狂杀抓住这个机会 猛扑进海中 将翼龙彻底制服 阿伟和小美赶紧驾船离开 身后两只怪兽在海中 继续激烈战斗 突然 翼龙身上的炸弹爆炸 化为无数碎片 他们以为一切已经结束 正准备庆祝了 然而 一只触手突然伸了出来